大家好,我是Benny,歡迎回到泰語勾技練習 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噗噗 那這個字主要兩個意思 剛才、剛剛 還有第二個意思是依賴跟依靠 那中間會補充另外一個句型給大家是 先別、先不要、怎麼怎麼樣 好,那按照慣例我們就從例句開始看 好,那我們就先來看第一個意思 剛剛才有哪些例句 選擇第一個例句是 禪、碰、的、暖 禪、碰、的、暖 禪是我 那碰是第一個意思 剛剛才、剛剛 的是睡醒、醒來 那暖是睡覺 的、暖兩個字合起來就是睡醒 或是起床也可以 所以整句什麼意思呢 禪、碰、的、暖 就是我剛起床我剛睡醒 第二個例句是 是 是我們 或者是在這裏有可能是我 是剛剛才、剛剛 是跟誰誰誰分手 是男朋友或是女朋友 那是今天 所以整句是什么意思呢 老碰 乐盖善万尼 我们 我今天刚跟男友分手 或是我今天刚跟女友分手 好第3个例句是 烤 烤 托哈 捧 麦吉 勒 烤 托哈 捧 麦吉 勒 烤是男生和女生的他 碰在这也是第1个意思 刚刚才 刚刚 托哈 就是打电话给谁的意思 那托是男生用的我 麦吉呢 我很喜欢这个字 这个字呢 是我在课本啊 在Podcast 在任何地方 在课堂中都没有听过 都没有学过这个字 然后我第1次 听到这个字 是在公车上 就有一个人连续 跟我说了很多句话 然后他 我就听到这个字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字 什么意思 我就问他 他就跟我解释 那我就 我就学起来这个字 所以这个字对我来说 有一些特别的意义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就是 有没有哪个字或是句型 是你在任何的课本啊 泰句啊 Podcast啊 广播啊 或是课程啊 都没有学过 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境 让你学到的 就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 或是大家分享 好那回到这个句子 勒呢 就是加强语气 好那种句什么意思呢 靠碰 托哈 蓬 麦吉勒 就是 诶 他正好也刚刚才打给我 他刚刚才打电话给我而已 好 那下一个例句是 噴露哇 考 但仁安 米露 了 噴露哇 考 但仁安 米露 了 碰是 刚刚才刚刚 如哇 就是知道 知道说 好 所以碰露哇 就是刚知道说 怎么怎么样 或是刚得知 怎么怎么样 那哇呢 就类似英文的 that 后面接知道的事情 考 是男生和女生的他 定安 大家记得吗 没错 定安是结婚 米露 米是有没有的有 露是孩子 那聊 就是中文的乐 所以整句什么意思呢 噴露哇 考定安 米露 了 刚得知说 他已经结婚 有孩子 有小孩了 好 那我们就来看 第一个意思的 最后一个例句 噴 险 可 看 可 脱 替 倒 茶 噴 险 可 看 可 脱 替 倒 茶 碰 一样是 刚 刚才 刚刚 hen 是看见 看到 可 com 是讯息 的意思 kotor 相信大家都很熟 就是对不起 抱歉 不好意思 ti 后面就是加 你要抱歉的事情 倒 茶 倒是回答 回复 答复的意思 那茶 有很慢 或是很晚 的意思 所以整句什么意思呢 我刚才看到你的讯息 不好意思那么慢 不好意思那么晚 不好意思那么晚 抱歉 那么晚 抱歉 抱歉 那么慢 回都可以 好 那以上就是碰的第一个用法 刚才 刚刚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个句型 叫做 呀 碰 呀 碰 这两个一起用的话呢 意思是先别 先不要 怎么样 怎么样 那第一个例句很简单 呀碰 拜 拜就是去或是走 所以呀碰 拜就是 你先不要走 你先不要去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例句 呀碰 不 考 明白吗 呀碰 不 考 明白吗 一样 呀碰 是先不要 先别 怎么怎么样 是告诉谁 或是跟某人说 考 是男生和女生的他 你带 那也是可以 买是文句用的吗 所以带 买就是可以吗 那这边的买给大家的是口语的写法 好 那这种句什么意思呢 呀碰 不 考 先不要跟他说可以吗 可以先别跟他说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例句 呀碰 哦 愿 妈 那 咖 呀 碰 哦 哦 愿 妈 那 咖 呀碰 一样是先不要 先别 怎么怎么样 哦 嗯 是会款的意思 那 妈 是来吗 那 没有意思是语尾注词 让这个句子的语气比较和缓 咖 也是语尾注词 是男生用的语尾注词 让这个句子的语气 比较尊敬 比较有礼貌 所以整句什么意思呢 呀 碰 哦 愿 妈 那 咖 先不要 他会款过来 好 那我们来看呀碰的最后一个例句 嗯 嗯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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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别,先不要的意思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三个意思 依赖,依靠的意思 那选的例句是 tukon, dong, pung pa, doang tukon, dong, pung pa, doang tukon是每个人, dong是必须 pung pa呢,是pung的,就是完整的样子 pung pa是依赖,依靠,仰赖都可以 那doang是自己,所以整句是什么意思呢 tukon, dong, pung pa, doang 每个人都必须要依靠,依赖 或是每个人都必须要靠自己 好,那第二个例句呢 给大家一个跟第一句完全相反的 的例句选的是 mang, krang, kodong, pung, kodong mang, krang, kodong, pung, kodong kodong, bang, bang是有些 那krang是一次,一次两次的次 所以有些次就是有时候 kodong,也必须 pung,就是刚刚pung pa,然后简写的话就是pung 那一样是依赖,依靠,仰赖的意思 kodong, kodong是人,un是别的,其他的 所以kodong就是别人 那最后的那个bang呢 类似英文的some有些 所以种句什么意思呢 有时候还是要靠一下其他人 有时候还是要依赖一下其他人 好 那我们来看最后两句 最后两句比较难 所以就给终极的学习者 那如果你觉得太难你可以跳过 那如果你想要挑战看看 就继续看下去 好那选的第三个例句是 manut don pung pa asai tamachat manut don pung pa asai tamachat manut 大家记得这个字吗 我相信我很常选这个字 因为我也蛮喜欢这个字 manut是人类的意思 人 don 是必须 pung pa 是依赖 依靠仰赖 asai 一样是依赖 依靠的意思 那pung pa asai 合起来还是一样 依赖 依靠仰赖 tamachat 是自然 大自然 所以种句什么意思呢 manut don pung pa asai tamachat 人类 人类 人类必须要依赖 依靠大自然 好 那最后一个例句就是非常难的句子 然后是时事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 言之下 人类的意思 7 人类的意思 gradu 세�acer B feet 對 voy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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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让我们再来看 我们都慢慢用这件 decía 第一个 D可以 大家听 这是一个国家 大家听声音 猜 말� Someone 入 Itu Gr 好,是Germany,德国 增是会或是要 Lut是减少或是降低 那Gan-Pung-Pa,我们先看Pung-Pa Pung-Pa本来是动词依赖依靠嘛 前面加一个Gan就把动词变成 没错,Gan-Pung-Pa就把动词变成名词 Gan-Nam-Kau,我们先看Nam-Kau Nam是带什么什么东西,拿什么什么东西 那Kau是进来,进入的意思 所以把东西拿进来,把东西带进来 是什么意思呢 是进口的意思 那Nam-Kau本来是动词 那前面加一个Gan就把Nam-动词变成 没错,名词一样 好,进口什么,我们继续看 Pung-Pa,是能源的意思 那Za是从或是英文的From 最后Gracia 这也是一个国家,大家听声音猜得出来吗 Gracia 没错,就是Russia,俄国 好,那整句什么意思呢 Yeramani zat Lodgan-Pung-Pa, Gan-Nam-Kau-Pa-Langan zat Russia 就是德国将会减少 对于来自俄罗斯能源进口的依赖 是不是很难 好,那以上就是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的Pung的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刚才刚刚,第二个是依赖,依靠仰赖 那中间也补充一个句型 Yerpung,先别,先不要给大家 那以上就是所有的内容,例句以及讲解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心得以及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然后如果你在生活中有遇到Pung这个字 也欢迎你跟大家分享你听到的句子 或是你学到的语境 好,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及频道 请记得不要按赞,订阅,分享 然后按超级感谢表达你的支持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 Kau kumakap, Sa-di-kap